生活上的一些形態 可以調整跟改善 其實就可以有辦法有效的 去控制這個血糖 所以才會說 我們平常在做飲食跟運動 跟減痛都很重要 特別是運動真的很常被忽略掉 電腦包括裡面 已經看到你的腰圍跟體重 這都是可以提供我們的訊息 就是你只要有這些項目的異常 你可能就所謂的代謝性疾病 代謝性疾病最根本的原因 就是胰島素的阻抗 也是糖尿病最根本的原因 大家好,我是小天 如果想要靠運動降血糖 能夠擺脫一輩子吃藥打針嗎? 今天邀請到血糖控制的專家 嘉義科李唐岳醫師 醫師好 嘉義各位朋友大家好 根據衛福部的統計 台灣18歲以上的成人 每四個人就有一個人 是處於糖尿病發生的高風險當中 但是有30%的人 其實自己是不知道的 醫師,這個所謂的高風險到底是什麼意思啊? 高風險其實就指的是你 未來得到這個糖尿病的機率 是比別人還高的 那像你剛才說的就是有四分之一的人 其實這四分之一的人 他已經空腹血糖有異常 這部分我們可以斷定他說 他已經拿到這個糖尿病入場券 只是時間的 完全不想拿到這個入場券 而且其實我們國民的健康營養調查 已經告訴我們這件事情 有高達25.5%的人 已經是糖尿病前期 所以你手上已經拿到這個入場券 只是等你什麼時候會進入這個糖尿病的階段而已 這個糖尿病前期就是 你再不控制就有可能變成糖尿病的意思嗎? 對,研究上大概每一年有5%的人 就會隔年就變成糖尿病 如果你不做任何處理的話 有研究說70%這樣跟我們吃的東西 吃的行為是有關係的 所以如果平常你喜歡吃糖甜的糖 比如說很喜歡喝韓糖飲料 我們台灣那個飲料店超多 就是有2萬多這樣 比便利商店還多 你到處都可以買到韓糖飲料來喝 有研究說你如果消耗這種糖比較多的國家 比起消耗比較少的國家來看的話 其實你就高出2成以上糖尿病的盛行力 有人說我不吃甜的糖 其實很多食物裡面也有隱含這種糖 像是麥片 或者是一些果汁、果乾這些東西 裡面大概都有一些糖分存在裡面 對 那或者是你雖然你不吃那種很甜的糖 你吃很過量的精緻澱粉 麵粉、麵包、白米飯 一樣會讓你有這個糖尿病的風險在 但是像這個糖尿病前期 它應該是沒有什麼症狀 可以讓我們自己發現的 對,有些人會說 空腹血糖平常體檢都在做 那做出來沒事之後 我就覺得自己是安全的 其實我這邊分享一個案例 我有一個25歲確診糖尿病的一個病人 好年輕 25歲 他來的時候空腹血糖是83 但是他是因為肥胖想要來做減重 我們幫他做一些的分析 我們報告上看到幾件事情 他其實酸酸量是很高 尿酸也很高 然後高密度檔固醇是低的 那我們幫他進行一個糖水的測試 就是對喝糖水測他的對糖的賣受度 後來他餐後的這個血糖就沖到200以上 胰岛素也是大量的分泌 這時候就可以用這個方式來確診糖尿病 電腦包括裡面已經看到你的腰圍跟體重 這都是可以提供我們訊息 就是你只要有這些項目的異常 你可能就所謂的代謝性疾病 代謝性疾病最根本的原因就是 胰岛素的阻抗 也是糖尿病最根本的原因 國外研究有告訴我們說 90%以上的糖尿病病也是胖的 而且我們在台灣是亞洲最胖國 統計上發現只要兩個人裡面 就有一個是過重或是肥胖 一旦你有這種肥胖的問題 比如說你體重是超重的 跟正常的體重比起來 你有超過五倍以上 幾乎會得到糖尿病 所以各位觀眾可以先來看一下自己的肚子 如果你有一個大的肚子 腰圍過出 我比MMI超過23、24 或者是你有高的體脂率 你就要特別小心 你有可能是這個糖尿病的一個候選人 腰圍過出男生女生有不一樣的標準對不對 對 通常男生盡量還是不要超過90公分 女生80公分 那因為腰圍代表的是內臟脂肪 內臟脂肪很多 體脂率很高 我覺得比較容易忽略的是體脂 因為在台灣研究 同樣是營養調查 分析說有九成以上的體脂是有問題的 你身體累積的過多 堆積是過多這種脂肪 其實就會讓你得到糖尿病 可是體脂是不是也是隨著年齡 不一樣又不一樣的標準 對 但是原則上還有一個 我們希望一個比較健康的體脂 但是男生希望在20%以下 女生盡量不要超過25% 不能超過25 好嚴格 在我們在減重的過程中 發現大部分人都是35以上 甚至更高 我們有看過50%的體脂 這時候如果把體脂降下來不去減重 你真的有一天一天會得到糖尿病 甚至你透過這種 我們診所在做的這種 糖水的測試 加上胰島素的檢查 幾乎可以抓出很多都是糖尿病的病人出來 可是我聽過有一些人會覺得說 我現在就是血糖的問題 或是我有糖尿病 所以我比較容易受不下來 先胖才得糖尿病 還是先糖尿病再胖 OK 這問題問得非常好 其實我們剛才說 跟飲食還是脫離比較有關係 因為當你吃進去過多的這種糖類之後 第一個你血糖會增加 血糖增加之後身體需要一個叫做胰島素的東西 它像是一個訊號 去告訴你細胞 把細胞打開 讓這個糖可以進到裡面合成乾糖 當你吃進去很多的糖類的食物 或是讓你血糖一直在很高的狀態之下 其實這些糖分是沒辦法有效的消耗掉 所以胰島素根本就一直起來 等於說它要製造更多胰島素 才可以把這個開關打開 讓你的糖分去做代謝 那身體很聰明 它告訴你說裡面糖已經太多 你不要再送進來 所以它就會把這個開關關起來 變成說你身體會成為一種高血糖 高胰島素血的狀態 自然就會發胖 有一天就等到糖尿病 所以它是一個 類似一個惡性的循環 而且緩緩相扣的關係 了解 所以控制體重控制血糖 它是緩緩相扣的 對 那如果我現在被醫生確診說 我也可能有糖尿病的問題 那我其實我最擔心的 可能是我接下來要吃藥打針 會不會要持續一輩子 在醫師的經驗中 有沒有成功減藥的案例 它的秘訣是什麼 其實我們在講糖尿病的治療 顯然控制 其實很多學會的治療指引 都告訴我們 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是 生活型態改善 包括飲食運動跟減重 特別是運動是最容易被忽略的 那我這邊就分享一下我的案例 怎麼去協助它從生活飲食的調整 跟減重 然後加入運動來幫助他減藥 他其實是一個40歲的男生 他很年輕 那在公式體檢的時候 就發現說 哇 去年檢查血糖都正常 今年忽然進到一個 嚴重的糖尿病 糖尿血液數來的時候有9.5 那9.5在外面醫生就開兩種藥給他 確實也沒錯 照治療的準則是這樣子做 那時候他也很擔心說 會不會次一輩子要再請求我們的協助 我們那時候幫他做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協助他減藥 其實那時候協助他從90公斤 整到77公斤 花大概4個月的時間 他第一顆藥在兩個月的時候 體重大概減了 大概5-6公斤的時候 在減到80出手公斤的時候 他其實第一顆藥就拿掉了 所以減了5-6公斤就可以減藥了 當時他身體的狀況是這樣子 他體重有減下來之後 他的藥溫圈就拿掉一個 因為空腹血糖都已經穩定下來 第二顆藥是什麼時候減 我們發現他有一個狀況是 他餐後血糖會高 那顆藥專門是來治療 處理他的餐後血糖 那我們那時候就叫他請他用餐 在吃完飯的時候 大概在30分鐘到1小時的時間 到附近去散步 每天至少走1萬步 後來我們請他在家裡 餐後做深蹲 然後他後來自己在做超慢跑 一天可能再跑30分鐘到1小時 那之後餐後血糖就非常穩定 我們就把第二顆藥拿掉 所以他就是靠減重跟這個運動的處方 就可以讓他把這個藥的部分完全脫離 那我想請問一下 這個停藥是真的之後都可以不用再吃藥了嗎 還是說這只是一個短暫的效果 我們講停藥這件事情應該是說 讓你身體有沒有回到一個正常的胰島素分泌的狀態 如果你胰島素還是很高 你也許你回到以前的那種 很多糖的隱私 或是完全不動的生活狀態 你當然很快就會又回到這個糖尿病的情形 所以我們在講說緩解糖尿病跟逆轉糖尿病 最重要還是你生活型態上要回到一個比較健康的方式 不是說你停完藥之後 又可以開始回去大吃大喝亂吃亂喝 但是不太可能 像義大利他們就有做一個研究 他去找了300個糖尿病的病人 然後把它分成兩組 有一組就是完全不管他 但他照原本的方式過生活 都沒有在運動 都沒有在活動 另外一組就告訴他 你要減少久坐的時間 增加身體的活動 結果經過4個月之後 把他們再全部找回來 你有經過那種生活型態改善的這一組 他的血糖糖尿血色素 腰圍跟體重都得到改善 另外一組沒有做任何介入跟調整 當然就血糖一樣還是控制的不好 而且還繼續二化 那如果以運動來說 其實有一些人會把健走慢跑 當作他的日常運動 就是說醫師我每天都有走路30分鐘 我每天都有慢跑10分鐘 可是他血糖還是一樣 居高補下 就是降補下來 到底是怎麼樣的運動才能有效控制血糖 這種類有差嗎 所以像你提到這種狀況就是說 他有可能是強度是不夠的 也許你快走隊 或是去跑步10分鐘 對來說身體強度是不夠的 因為平常就有在活動 再來就是種類的項目 我們在運動種類的部分 不能只做一種 其實應該是多種多方的嘗試這樣 也許你每天跑步10分鐘 另外8小時裡都坐著 都沒有在活動 這會產生一種所謂的運動阻抗 等於說你這個10分鐘運動 已經完全沒有辦法產生任何效果 糖尿病的運動 特別是運動處方的時候 應該包含四個項目 第一個是你運動的頻率要注意 第一個是運動的強度要注意 再來是運動的種類跟時間 上個都要注意 比如說你不能只做一種運動 你優軟運動也要做 肌力的訓練也要做 甚至平衡感 柔軟度都要去做訓練 這四個都要放進來 那運動的強度跟時間也很重要 那我這邊會推薦一個 比較容易入門的一個方式 就是一個低強度 長時間的連續的訓練 就所謂的超慢跑 對 因為超慢跑對於我們的好處 是可以去提升我們身體裡面的立腺體的數量跟它的能力 那立腺體是什麼 立腺體其實就是我們每個細胞裡面都有的一個發電廠 當你老了之後得糖尿病之後 其實你這個發電廠的數量跟能力都已經變得比較差 透過這個低強度長時間的超慢跑 是有辦法可以把它的數量跟效能都提升回來 這你的糖尿病跟胰島素的阻抗就可以得到一個緩解 而且我們身體對於糖分的代謝能力就可以提升 所以這個超慢跑是有它的作用在 而且這種低強度長時間的訓練 其實你不太會練到很喘 或是滿身大汗 你可以做很長的時間 然後再來就是肌肉不太容易痠痛 而且在家裡就是到處隨時都可以 隨時隨地就可以做 所以我是蠻推薦這種運動的方式 所以超慢跑跟一般慢跑比起來 好處就是你可以持之以恆 然後你不會太痠痛不會太累 所以你就可以當作你日常的運動方式 對我覺得對於這種平常比較靜態的生活 或是比較中高年齡的一些長輩 痰痰病的朋友 其實是一個蠻適合入門的方式 而且這個低強度可以讓做時間比較長 只要你做時間能夠長 它的效果其實是會蠻好的 那通常還會建議跟什麼樣的運動一起搭配 就像剛剛易士有提到的 比如說你的肌肉訓練 或者是柔軟度的訓練 對像肌肉訓練當然也是很重要的一環 但是如果你沒有運動習慣開始做之前 你一定要先去尋求一個專業的協助 那肌肉訓練是可以增加我們對糖的一個敏感度 比如說我們剛才提到的 你每天吃很多的糖 胰島素主化很嚴重 你的肌肉細胞對於這個糖跟胰島素完全沒反應 透過重量訓練的方式 可以讓你把這個肌肉上面這個糖的開關打開 可以讓敏感度增加 你肌肉乾糖合成的效率就會增加 血糖自然就會穩定下來 再來肌肉對於我們的肌體也很重要 另外就是說柔軟度或是平衡感也很重要 像有些糖尿病的病人 他長時間身體都那種糖化中產物的堆積 其實他關節潤滑度跟活動度是很差的 所以柔軟度增加你關節活動性 靈活性是很重要的 有些糖尿病的病人也許有些神經的病變 或是平衡比較差 你做一點平衡的訓練 可以減少未來發生跌倒的機會 所以各種運動都要把它放進來 不要偏偏只其中在一種這樣 那再來有什麼限制嗎? 比如說怎麼樣的族群 或是怎麼樣的時間點其實不適合的? 我們一般建議在運動的時間應該放在餐後 餐後其實30分鐘到一個小時 是把握這個黃金的運動時間 對降血糖是有很好的效果 應該不會胃下垂吧? 比較不會不會那麼大的影響 除非你去吃到飽然後又跑去運動 當然就可能會胃下垂 那但是我要提醒一下我們觀眾朋友 很多人聽了比如說超慢跑 或者是運動可以減藥或是控膛之後 就趕快去投入這些運動 並沒有衡量到自己身體的狀況 那因為我自己本身也是 美國運動學會的私人教練 我們在運動之前其實有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去做篩檢跟評估 也就是說特別是你有心血管疾病的人 有代謝性疾病 有糖尿病的人 或者腎臟病的人 這三類的族群在運動前 一定要經過專業的評估 特別是你如果有一些身體不舒服的症狀 比如說胸悶啊胸痛 或是連走路都會喘 或者雙腳腳踝有點水腫 這些現象都可能告訴你說 這些疾病便有得到很好的控制 這時候你再去做運動會非常非常的危險 應該先跟醫生做資訊 去告訴你一個運動的一個處方 而且提供你一個運動前的一個篩檢 去告訴你做什麼樣適合的運動 這是蠻重要的部分 但是如果說運動其實是有幫助降血糖 那如果我在血糖正在高的時候 可以運動嗎? 如果血糖比如說高過300 我們建議不要 再來就是血糖如果高過250 你身體有一些酮體 不管是尿酮或血糖 這時候是不適合去做運動的 所以你要定期的監測自己的血糖狀況 對其實在運動的時候 血糖的監測是蠻重要 不管是運動前跟運動後 像比如說運動前做你血糖不到起始 你有一個低血糖的問題 這時候就不要去做運動 特別是不要在空腹血糖低的時候去做運動 那有些人說血糖大概100左右 你可以吃一點碳水化合物 甚至把你胰島素的劑量 或是藥味的部分稍微調整一下 再去做運動會比較安全 這是血糖的部分 那你運動的前跟後去偵測血糖 有一個重要的意義是告訴我們說 我們就可以知道這個運動 對於你血糖的控制層 是甚麼樣的效果 也許你就可以去調整你的飲食 調整你的藥物 甚至減藥 可以達到這樣的作用 那我分享一下在我們診所的 腸藥病的一個治療過程中 我們一定會幫病人做 連續的血糖檢測 比如說帶一個機器在身上 我們就可以偵測到他整天血糖的變化 就可以發現說他甚麼時候血糖高 甚麼時候血糖低 運動之後我們又造成一個低血糖的狀況 怎麼樣去協助他做一個藥物的調整 就可以更精確的去做調控 就不用一直扎手指 對因為有些人覺得運動前後要扎 吃東西前後又要扎 是非常辛苦 但是你只要有這個機器之後 你就可以更知道這些 這些行為對你身體的反應是怎麼樣 就不會到這麼累這樣 那我提醒一下我們糖尿病的朋友 如果你要去運動的時候 一定要記得水分要多喝 特別是接下來夏天要到 就是水分一定要多喝 因為糖尿病人對於水分 跟熱的調節是比較差的 很容易就有一些脫水的狀況 千萬不要等到口渴的時候再去喝水 不然那時候身體已經曾經有脫水的狀態 這個多喝要多到甚麼程度啊 就是通常我們會建議 比如說你運動前先喝個300CG的水 運動過程中如果沒有一直流汗 倒是可以先不要 但是運動後一定要再補充一點 比如再喝個300CG的水 比如說你都沒喝水 可能到下一餐或是到下午的時候 你突然覺得很渴責再去喝 就水分就不夠了 那我聽說過糖尿病的患者 如果要運動的話 是不是最好不要刺腳運動會比較好 對因為我們糖尿病的 糖尿我們通常都有一些 比如說神經的病變 或是有一些血糖比較高 因為傷口比較不容易好了 所以千萬不要刺腳去運動 一定要穿鞋子或穿襪子 對 避免一些這種逐步的傷口 這種會得不偿失 那醫師會不會有患者問你說 欸我運動之後我成功減藥啦 我這個運動的治療 是不是之後就可以取代我的藥物了 對其實我們還回到 我們剛才提到一個重點 就是其實糖尿病主要還是跟吃有關係 所以你的飲食上的調整 跟運動或是減重是非常重要的 通常在我們診所 只要能夠把這些東西調整好 大部分都是減藥或是 胰島素量可以減下來的 但是我來提醒一下各位朋友 就是本身說你是完全沒有 完全依賴胰島素的狀況 是你沒辦法分泌這個胰島素 或是你也很努力的 體重控制得很好 也是非常注意 糖尿病還是控制不下來 或是甚至得了糖尿病 你千萬不要因為這樣就很難過 或是責怪自己說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這時候可能是病情上有一些變化 或是沒有注意到的地方 這時候應該跟你醫生趕快討論一下 你下一步的策略是什麼 通常都可以成功的控糖 讓你糖尿病可以 不要這麼惡化下去 會不會有人說我就是 基因有問題遺傳的關係 所以我就是降不下來 對基因遺傳當然是我沒辦法去改變的地方 確實有一部分很少不能很挫折是因為這樣 通常也許他會很年輕的時候就發現這個狀況 不過我們只要能夠把你的生活形象調整好 都可以讓這個傷害降得更低 我覺得這倒是可以去彌補一下 我們體質上面或基因上 比較沒辦法去控制的地方 至少把威脅降低 那其實糖尿病最需要的警覺就是 剛剛醫師講到的前期 也就是沒有症狀的時期 除了要減少高糖食物的攝取 然後定期的做血糖的監測 還有規律有效的運動 這些都是好方法 今天謝謝醫師接受我們的訪問 謝謝醫師 謝謝掰掰 那節目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謝謝醫師